午安你好 欢迎收看7月19号的台式五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原本位在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 今天早上8点增强为今年第7号台风查帕卡 但是短期之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 要留意的是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 目前持续的往台湾北部海面移动 最快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但是烟花的路径持续摇摆不定 日本跟美国的预报模式都认为 烟花不排除会跟台湾擦边球 但欧洲模式则显示 烟花在通过宫古岛之后会北转离开 台湾气象局则预报 它会通过北部海面 以这样的路径来看 最快在周三的下半天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周四海陆景齐发 而烟花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间点 就落在周四到周六 太阳高跨天气闷热难耐 但好天气接下来将逐渐变天 特别是北部和东北部地区 因为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 持续朝着台湾方向靠近 而且强度持续增强 但对比前一天 各国预测路径都在往北修正 股最快的话 有机会在明天 就会增强到中度台风 动速度有比较慢一点 所以影响台湾的时间 大致上会是在22号到24号 或是路径有稍微靠近台湾一点的话 对于台湾的一个影响时间 是有比较长一点 在大地亚代中生成的烟花台风 目前路径依旧摇摆不定 欧洲模式预测 烟花台风可能在通过宫古岛之后 就北转离开 台湾气象局则认为 它会从北部海面通过 但像是日本和美国模式则显示 烟花还是不排除 会和台湾东北角擦边球 而以气象局之后来说 它的暴风圈清洗几率 台中以北到花莲约有三到四成 其中又以基隆43%最高 宜兰台北次之 新北也有40% 但也因为不确定因素大 因此就连其他中南部地区 也无法完全排除 可能在周三的下半天开始 最快有机会发布到海上警报 那到了周四这一天 有机会发布陆上警报 未处季风环流中 北边又有太平洋高压 南方则有第七号台风查帕卡 都让烟花台风的路径充满变数 但无论它会不会直扑台湾 台风即开始 民众都不难掉以轻心 记者是去成果多多